阿本从事幕后工作7年多 近期回归荧光幕前 积极登上各大综艺节目 不过受访时却被形容有种倒数感 像是急着把很多话讲完 把很多事做完 对此阿本亲自发文回应 曾经自己经历了很多 才发现好多人没感谢过 很多事没有认真放在心里 像是最近上节目 本来是要感谢男友的照顾 没想要结局又报效了 阿本经约在节目上透露 今年初发生一场车祸 加上去年诊断出动脉瘤 男友都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对此主持人曾国成 搞笑模拟当时的前行可能是 阿本在医院握着男友的手 问男友是不是带碎 让全场笑翻 事实上阿本诊断出动脉瘤后 医生一度宣判他 接下来就是非死即残 但他强调医生说不需要治疗 只要开心轻松生活身体 就会好好的 但是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生的